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這個拜登跟馬克宏的通電話 我想我相信拜登也不會陌生 拜登當選的時候 他第一通電話打給梅克爾 梅克爾也沒接啊 真的假的 梅克爾那時候 我接你電話幹嘛在忙 所以 我們怎麼不給美國總統面子啊 就如同兵哥講的美國的時代 這個人家不需要你啊 梅克爾他理你啊 就變成這樣子 那這個剛剛 丹山廣還有兩位前輩提到這個 法國被出賣 我真的不曉得他怎麼吞下去的 這麼離譜 而且特別最惡劣的是英國的強生 還在旁邊酸言酸語 這種幸災樂禍的 那對法國 因為法國他也是這個軍售的大國 當初法國賣我們什麼 賣我們幻象兩千跟拉法業 你看死了多少人啊 所以我們之前講說 烏克蘭跟台灣的關係 我們要了解 我們要了解法國跟我們的關係是什麼 那我們看這個是我們的外交部長 跟基輔的市長連線啊 這個連線呢 我們花了800萬美金啊 這沒有白吃的午餐啊 就是我們承諾300萬送給基輔 500萬送給烏克蘭的一些城市 總共800萬美金 換來這個一個視訊電話 這個不是哲倫斯基呢 這是基輔的市長啊 而且不對等啊 但是要錢啊 觀眾朋友 我們蔡總統跟川普 那時候剛當選還沒就職說 也通電話啊 然後美國的記者出出說 那個電話是付費的 中間坎格爾叫做薛瑞甫啊 Rendor Shiver他是簽線的 公關公司簽線 那我也不曉得 這通電話花了多少錢 你想吳釗燮跟基輔市長 800萬美金 我不曉得蔡總統跟川普通電話 這筆錢這個要怎麼算啊 所以這個也實在是 那我講一下這個 剛剛講這個軍售 就法國那時候賣我們 這個幻象2000 我們已經買了25年 幻象2000在法國已經停產了 可是現在還是我們的主力集中 我們還在飛 我們還在飛 那零件怎麼辦呢 東西拿來 維修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我們頭痛問題 那拉法葉劍就是當時的這個 那時候的我們講烈雷劍是兩種 一種是慶富案的 我們之前跟這個圖太太 還有這個法國那時候 也在講這個烈雷劍說 我們的尹清風 我們的午後市上校是 直接就被人家 用手刀砍死 然後丟在蘇澳外海 我們的軍法醫一看說這自殺 連這個就看不出來 你還做法醫你也好了 說是自殺 是我們刑事局的 楊日聰法醫說這個是他殺 整個案子才逆轉 那我剛剛講拉法葉劍 後來去找了一個英系的大咖的立委 因為拉法葉劍二十幾年了 你還要維修啊 那怎麼維修呢 就找了英系大咖的立委來喬 那時候聯合報都有寫啊 那因為這個 這個英系的大咖立委 這個也不太有相處 我就不講民主 我講講法國 我跟各位講 因為剛剛也是講這個故事講的 就是說那時候的這個拉法葉劍 很多弊案佣金啊 台發之間都有拿佣金 那汪川普呢他已經頑固了 汪川普的遺孫跟我們的國防部 在瑞士的法院打官司 因為你這個錢這幾百億 這個違法的啊 用金我們要想辦法要回來嘛 汪川普的這個遺孫 也找這個律師去打 官司打到一半呢 法國政府講話了 這個軍售是我們跟台灣的交易 那我們也分一點啊 你怎麼這麼不要臉啊 你是憑什麼分這個錢啊 你自己法國有多少的 上上下下的人去拿錢 你法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們跟汪川普的遺孫打官司 你也被捕你是乞丐啊 你還在分錢啊 我跟你講2018年 馬克宏跑去大陸出訪 出訪之前啊 馬克宏因為那時候 剛當選沒多久 意氣風花 我去大陸我一定要爭取這個 新疆啦香港啦西藏 講了一大堆啊 人到了大陸啊 拿了184架空中巴士的訂單 哇 美金100億啊 然後他還跟 因為是習近平給他的 他說這個希望這個大陸這邊能夠拜託 就是我們空中巴士跟波音的這個 市占率這個市占率能夠平衡 他說你跟他買多少也要跟我買啦 不能都是買美國的 我們法國你也給高官一下 你行前承諾的要爭取 所謂的大陸的什麼什麼 你又講嗎 什麼都沒講 拿到訂單了就走了 就這樣 所以你看看人家大陸贏彈的威力 是拿訂單重要還是講那些幹話重要 幹話就別講了 幹話因為出發前講過了 我訂單拿了我就走了 這個就是法國 這個就是馬克宏啊 你說這樣的國家有什麼好機會 那我講句信哉樂禍的 那你被美國英國澳洲出賣 剛好而已啊 剛好 大家互相出賣剛好而已啊 那你是不可以出賣我們嗎 但是介大使剛剛講的有道理 當初聯合國的秘書長打電話給普丁 普丁連電話都不接 那現在是他人沙拉莫斯科 普丁願意見他了 那這邊的轉圜 大家可以再觀察 但我要講一下這個削弱 因為這個不是奧斯丁先講的 蘇利文上禮拜就講了 蘇利文就講說 他希望看到一個自由獨立的烏克蘭 然後孤立被削弱的俄羅斯 還有更強大更團結更堅定的西方 這是蘇利文在一個專訪的時候講的 那這個削弱 因為單身網我就比較懷疑 因為我不太講這個烏克蘭就是說 你如果要去削弱俄羅斯的這個 所謂他的軍力說 我們希望把他削弱 然後讓他沒有辦法重建他的這個 軍力 他不是講軍力的部分 讓他沒有辦法再去侵略其他的國家 那個奧斯蘭的意思這樣 那觀眾朋友那講講 那你就是拿烏克蘭當武器了 削弱俄羅斯軍力的武器 對 因為美國你是最強大國家 你今天你要削弱俄羅斯 你有很多種方法 你有很多種工具啊 那我請問你 你怎麼可以拿烏克蘭當工具呢 你不能拿任何國家當工具 就我削弱俄羅斯 俄羅斯是一個北極熊很難處理 那我說你們這些都不是美國人嘛 不是什麼安格爾斯上克星人 然後你剛好跟俄羅斯說 那你去削弱他 我給你錢我給你去削弱他 你怎麼那麼賤啊 你是當著全世界的面說 我們要削弱俄羅斯 然後由烏克蘭的軍員跟軍火說 你去削弱俄羅斯 然後烏克蘭的人去死 正常在烏克蘭 我的目的是要削弱俄羅斯 不要臉啊 你不能用別的方法削弱俄羅斯嗎 你不會自己出手嗎 你怎麼可以用 用那種代理人的方式說 你們去死吧 烏克蘭的人你去死吧 你去跟俄羅斯打吧 然後奧斯汀說 烏克蘭會贏 烏克蘭會贏 他說烏克蘭拿到足夠的這個 核式的軍備是會贏 那你之前為什麼不給呢 你兩個月前為什麼不給 他是最近才打 他打了兩個月啦 他在大軍集結的時候 你就可以給了啊 他都不給 他現在已經死了這麼多 說這個給你足夠的你會贏啊 講了什麼幹話啊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要了解美國這個 所以我非常在意 像葛萊伊這種美國智庫 他講什麼 我們台灣變動物園了 台灣要變豪豬 不是世衛嗎 哎呦在後面 就變動物園了 你看美國最近打我們什麼主意 叫做這個 宮廟義勇 你打我們宮廟義勇的主意 這個就是我之前跟俞北城將軍同台 那時候美國一直要逼我們 全民防衛動員 後來還成立的 那當然就疊瘡價 我們每年要花好幾千萬養一個屬 因為本來沒這個屬嘛 那美國說你一定要成立 全民防衛動員屬 如果真的要打仗的時候 就是這個就動員單位 其實沒有必要 因為我們的國防部 我們的國軍 本來就有後備師 本來就有相關的單位配套嘛 如果你要動員的時候 哪個單位 本來他就硬要你成立一個這個單位 我請問大家 你要我們變豪豬 你要我們變次衛 你連八家這樣公廟義勇 你都盤算到了 你是不是打算讓台灣削弱什麼 哦 我懂你的邏輯了 你看我一講單身王 就知道在講什麼 那你就等於把我們 你要削弱大陸的時候 你就不對稱作戰嘛 你不能決戰台海嘛 因為台海的話你打就是 你的飛機船打 他你打進來之後 你要有宮廟義勇 你要變成豪豬 你要變成刺蝟 所以你要削弱就如同俄羅斯 削弱他用烏克蘭 大陸削弱用台灣啊 反正你又不是 你是安克魯桑克遜嗎 顯然不是啊 那你去削弱他 我給你錢 我給你軍火 我堅若磐石 你去削弱他 不要那麼賤啦 我們也沒欠你啊 怎麼叫做我們去削弱 我也幫責任生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削弱俄羅斯呢 我們是斯拉夫兄弟 我去削弱他幹嘛呢 你蘇利文這樣講 奧斯丁也這樣講 那我想請問 澤文斯基你還不行嗎 你還說你趕快給我軍火 我去削弱他 我去削弱 我會贏 但是我講一句也請教各位前面 那如果今天你真的把俄羅斯 打贏了 那普丁一定加碼 我不能輸嘛 我輸就完蛋了 我要嘛我會加碼 更用傳統的武力去撵過你 要嘛我就東用核武啊 我跟你拚 那你能贏嗎 你不能贏嘛 俄羅斯不能輸 俄羅斯如果能輸 美國只要就出手啦 贏啦 拜登以後我擊敗俄羅斯 我隨便選都贏啦 我其中選舉贏 我2024連任也贏 我擊敗俄羅斯啦 他為什麼不出兵 不要這樣子 觀眾朋友我們藉由這一次的 烏克蘭的戰爭 想想說 那他是怎麼對烏克蘭的 美國現在怎麼對烏克蘭 美國以後就怎麼對我們 那你看看烏克蘭的處境 我們還要相信美國嗎 我們需要美國的 某個程度我們是需要美國 但是我們不能對美國 破破塌塌 我們不能對他言聽計從 他畢竟是美國人 他不是台灣人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銀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